各位同学晚安 我们现在来复习语文 这是短语的部分 希望同学能够掌握好 短语总共有五种 请同学看粉红色的这五种 并列 阻位 偏正 动兵跟卫补 那比较难的是左边的这两个 可能容易混淆的 比较容易的是右边这三个 最容易的老师排在最上面 最后老师会说一说 怎么样用排除法呢 去辨析这五个成语的 我们一个个来看 那并列短语呢 我们也称为联合短语 它最容易辨识是因为 它一定是要求同样词性 跟同样词性组成的短语 比如说 名词加名词 例如兄弟和姐妹 动词加动词 比如参观和反问 形容词加形容词 比如纯洁而高尚 代词加代词 例如我与他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看到题目短语呢 我们先看 它是不是同样词性 假如是同样词性呢 就会并列莫属了 这就是我们的并列短语的部分 那我们马上来看第二个 主位 主位呢就是主语加位语 那一个被乘数 那一个被乘数一个是乘数的 那主语呢我们有分成名词跟代词 那名词比如说花开了 花就是名词是主语 代词呢它来了 它是代词 在这里是主语 那谓语呢是两个 一个动词一个形容词 花开了的开是动词 那也是谓语 那形容词它瘦了的瘦 一个形容词也是谓语 那所以主位短语呢 同学要记得 一个是主语 一个是谓语 同学一定要记得谓语呢 是等于动词或者形容词 因为呢我们后面有 谓博短语的谓语呢 也是跟这个一样的 所以同学你记一个 可以用两个地方 所以一定要记起来 那你没有记起来呢 你两个地方就不会了 好 那这就是主位短语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 偏证短语 偏证短语呢 它是这个修士语加中心语 那中心语呢 我们有分三个 第一个呢 是以名词或者代词 作为中心语的 比如说我的书 那这个书呢 就是名词嘛 对不对 那我的呢 在这里就是变成修士了 最主要中心呢 还是书 第二种呢 以动词为中心语的 比如说笑着说 那说就变成中心语 笑着呢 就变成修士语了 那以形容词为中心语的 比如说十分可爱 可爱就是中心语 十分呢 就是修士语 所以呢 偏证短语呢 的后面呢 同学要记得 它可以是名词代词 动词 或者是形容词的 好 这是偏证短语 那我们来看 最后第二个 动兵跟 卫卜啊 动兵跟卫卜会有点相似的地方 我们一个个来看 动兵呢 是 动词加冰语 所以一个是支配 一个是被支配的 我们来看冰语 那冰语呢 可以分成三种 一种是对象 第二种是结果 第三种是触手 那对象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 那个问题 我们可以用反问谁 去确定他是不是 冰语 那比如说 你找老师 那你找的是谁 那如果可以问 可以这么问的话呢 那这个找老师 就是变成动兵了 那找是动词 那他结果怎么问呢 可以问什么 那比如说 看 看是动词 看什么 看的是小说 那触手呢 你可以问哪里 那比如说 去哪里 那你说 去新加坡 去是动词 对不对 那老师 在这个问题里面呢 标示了 这个红色 把哪里标成红色 对不对 因为呢 它跟我们的 胃部短语 有点相似的地方 我们待会会接着讲 那这个是我们的 动兵短语 先不关起来 我们来看胃部 胃部短语呢 就是胃语加补语 那胃语 补语 胃语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刚刚才讲的 那就是动词跟形容词了 你记住了吗 同学 老师还是强调 一定要记住 胃语是等于 动词跟形容词哦 那动词呢 比如说休息一下 这个休息呢 就是动词 一下呢 就是补语啦 补语是等于补充 说明的意思 那形容词呢 肥二两公斤 肥是未语形容词 了两公斤呢 就是补语啦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是补语 补语就是补充说明 那我们可以跟冰语一样这么问 但是呢 我们呢 可以问成四种方法 比如说 你可以问多少例子 看了多少眼 看了多少次 你说看了两眼而已 那两眼呢 就是补充说明 它不是一个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冰语呢 是有对象结果跟触锁的 那我们这个呢 是没有固定的对象结果跟触锁的 好 那多久 你可以问多久 比如说储存到多久 我们可以回答到储存到年底 那么这个到年底呢 挂虎里面呢 这个就是补语了 那你可以问怎样 比较长的是怎样 那打得怎么样 它的球打得很好 那得很好呢 那就是补语了 好 那哪里呢 你看到吗 这个呢 老师是同样标志 是红补 因为呢 动兵跟胃补这个地方呢 它的后面呢 它的冰语或者是补充说明呢 我们都可以问哪里的 那比如说飞往哪里 我们说飞往日本 那这个怎么分呢 这个呢最主要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借词 那这个是没有借词的直接是动词 然后呢直接是地方 而这个呢 飞什么呢 中间是有个借词的 那所以呢 同学要注意 同学要注意 只要有借词的话呢 它通常呢 可能都是属于补语的 那更多的例子呢 大家要看我们的PPT练习 或者是我们的学习单 来 我们讲完了五种的这一个短语 就这五种 大家懂得分辨了吗 好 那当然我们懂得分辨是很好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呢 在看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加多一个方式 去帮助我们 诠习这五种的短语的 那就是排除法 是给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呢 我们先看是不是同样此性的 那如果是呢 它就是 就非并列短语莫熟了 那不可能是其他的了 那第二个呢 如果它不是并列短语 它不是一 那我们再看 它是不是主位 或者是偏正 那我们怎么看呢 那我们第一个呢 就说 如果它的中心语 那我就是找它的名词 或代词 或者是名词短语呢 它在前面的话 后面是动词或形容词呢 那么这个短语呢 多半呢 就是主位了 那如果中心语呢 名词、动词、形容词 在后面的话呢 前面是修饰的部分 那么呢 它就是偏正了 然后 那么最后呢 如果它不是并列 它也不是主位跟偏正 那么只剩下动兵跟胃补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怎么去分辨 如果前面三种都不是 那我们就来看 那如果前面是形容词 那么呢 它肯定就是胃补了 那如果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可以问 谁、什么的 那么多半呢 就是动病了 那如果前面是动词的话 后面可以问怎样 多少、多久的 那么多半呢 它就是胃补了 那如果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可以问哪里的 那么之间 还有一个介词存在 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飞往日本的王 那么多半呢 它就是胃补了 那如果前面是动词 后面是可以问哪里的 之间没有介词存在的话呢 那么呢 它多半呢 是属于 不明的啊 好 那希望同学呢 能够掌握 这五种 环语 老师现在呢 只是做 非常简单的复习而已啊 那细节的部分呢 还是要叮嘱同学 一定要去看 PPT的PDF 以及还有我们的学习单练习的啊 好 那祝大家考试顺利